在节目开始前 请到我们的Coffee 加入我们的会员 我们的事工需要你的帮忙 加入会员之后 就可以到我们会员专属的群組里面 现在就是我们建立社群的时候 现在就是我们必须找到 可以彼此信任的人的时候 现在就是找到 共同价值观的人跟家庭的时候 里面只有支持AI News的人 也就是说 他们全部都是支持我们价值观的盟友 不管你在乎的是家庭教育 后院农夫 还是你只想要在你的社区里面 找到可以信任的人 在混乱的时代里面 增加你跟你家庭的生存几率 都请你加入 好的 现在来到我们今天的新闻节目 攻击基督教 并不只是左派才会做的事情 很多自称是保守派 传统自由派的人也会认为说 基督教信仰是没有存在的必要的 只要回到美国价值就好 这些人的想法基本上是跟现在 完全左派的好莱坞是一模一样的 Rob Rainer 这个是好莱坞的一个左派导演 同时一个 以前是自称之右派的 他同时也是一个演员 还有配音员 他最近拍了一个纪录片 是针对Christian Nationalism 基督教民族主义 Rob Rainer现在是个大左派 他是个无神论者 他有说过 而且认同很多基督教的思想 这也是很多 无神论的人会说的东西 他说 我不是个基督徒 但是我会使用 基督的教导来生活 他用的例子是 要爱人如己 他认为这是一个 最棒的一个道德标准 那 这是很多人的观点 我有很多的朋友 就是这个样子的 他们认为我们的信仰 某层面上是吸引他们的 但是我们信仰本身 圣经本身 律法本身 是没有必要要存在的 这些人的思想 其实基本上是反对 我们的信仰 反对基督教的 特别是当基督徒认为说 我们的信仰 要介入政治的时候 介入国家的时候 他们是极度反对的 左派好莱坞的人 把反基督教的思想 拍成电影 基本上没什么好讨论的 因为这样子世俗的洗脑 从耶稣还没出生之前 就已经开始了 从金牛堵的时候 那时候就开始了 值得讨论的是 很多基督徒的老师 教师 很多牧师 带领着很多的基督徒 跟很多的教会 信靠着这一点 说这个叫做正教分离 这叫做正常的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预告片在说 美国和基督律 像笔球和鸡蛋 我们群体奉概念 我们一起过互相 表面 我16,17年 我参加了 我 became a christian 我像一个信号 我叫 Evangelical minister 我叫一个信号 我参加了 我长的时候 我从小时 有什么信号 我对没有人 因为那是 那都是 那些日子 而是 是 AC业的信号 中文件 不是 不 我们一定 我们必须 决于 决于是 反而是大家在敲战中的例子或敬礼 人家人修正常用了信息 能力的信息 人民社会是一切的 お物人的支持 信息 人家人為美的事 那里面在这边讲话批评基督教民族主义 Christian Nationalism的人 我几乎一个都不认识 除了这个David French 他之前是National Review的一个 新保守派和自由派的一个人 他之前自称右派 传统保守派的一个人 他支持保守派的大部分议程 除了基督教以外 那很多类似这个样子的人 经过川普之后 就奔向左派的怀抱了 加入到左派的阵营里面 非常的明显 然后他现在在Atlantic这个报社 还有纽约时报 Jeff Basil一样当作者 他恭喜的方式就是 我身为一个保守派 甚至一个福音派的基督徒 Protestant OK 但是我不支持基督教 然后用基督教的方式来治理国家 是一个非常错误 而且压迫的模式 基督徒都应该要待在教会里面 不应该跟政治扯上任何的关系 如果你去看台湾的这些YouTuber的话 网红牧师的话 很多都说过类似的话 OK 各位如果去看纪录片里面的人 里面几乎全都是什么 长老会 还有福音派 或是其他新教教派的宗教领导 宗教领袖 没有一个天主教在里面 那我在这里当然不是在批评新教 长老会福音派的人 我自己的信仰就是新教的一部分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很明显的地方 就是尽管美国是以新教居多 但是天主教其实更参与在我们的政府 还有我们的人的个人的生活当中 而当天主教的教宗是个大左派的时候 在我们政府里面掌权的左派 自称天主教的这些人 就开始肆无忌惮地扭曲圣经 跟扭曲基督信仰的价值观 例如像说Joe Biden Nancy Pelosi 而当天主教的教宗很好的时候 很了解圣经的时候 就可以集中整个力量 带领整个西方的国家 推翻苏联 打赢冷战 例如说Pope John Paul II 那这个是非常危险的 因为如果说我们的信仰 是关于到一个在上掌权的人 来制定圣经到底在说什么的话 那就表示我们的信仰不是神的话 而是来自人的思想而已 我在这里不是想要攻击新教 或者是攻击天主教 不是在说谁是新妇 谁是大婴妇 我想要讨论的点是 Christian nationalism 基督民族主义 基督民族主义 基本上是一个新教的运动 就是要用圣经 还有基督教的信仰 来建造出来我们的国家 绝大多数我们的观众 还有真正的基督徒 是认同这个运动的 但是只有很多新教的教徒 长老会 福音派 很多灵恩派的教会 是反对这个样子运动的 我们有个观众观察得很棒 他说基督教本来就是分裂的 你们这个频道什么鸵鸟心态 说真的 我们没有逃避 更没有鸵鸟心态 有的话 我们就不在这边做一个频道 在这边讲这些东西了 而是跟很多教会一样 不敢发出声音 一天到晚在教会里面爱来爱去 疫情的时候关闭自己的教会 但是要要求教友继续使用奉献 看到政府在洗脑小孩 在那边说我们要服从在上掌权的 看到加州打砸抢 加州的人车子的玻璃被打破 牧师在台上讲说 我们要爱我们的敌人 那些牧者是反对基督民族主义的 那为什么我支持基督民族主义呢 因为美国是我的国家 我尊重我的国家 我爱我的国家 I'm a patriot 这个国家的历史还有灵魂 就是基督教 在这个国家还没有在建立之前 1620年的清教徒来的时候 就是以基督教开始建立每一个城市的 一直到13个殖民地的时候 每个殖民地都是以基督教的名义去开拓的 每个城市在建立的时候 都是先建造教堂的 我们的建国国父撰写下来的宪法 还有他们的言论书信 全部都充满着基督教的色彩 John Adams说 我们的宪法只是用于一个 有信仰有道德的人群 不是用于任何其他国家的 美国每一任总统 在感恩节的时候都感谢神 除了两位 欧巴马跟拜登 林肯总统 他说的每一句话 写的每一封信 永远都带着 就是King James版本的经文 美国每一个硬币 钞票上面都写着 In God We Trust 所以这就是一个基督教的国家 不管你喜不喜欢 没有任何一个国家 在建立的时候 比美国还要更基督教 所以如果美国还是一个国家 是以基督教建立国的国家的话 那基本上就是 Christian Nationalism 基督教民族主义 但是左派不接受 因为他们憎恨基督 他们憎恨他们的国家 他们要的是一个 自由派的全球政府 简单说就是 他们要的是敌基督 一个没有道德价值观 没有律法的全球政府 那为什么基督民族主义 是属于新教的呢 因为民族主义 Nationalism 其实就是一个属于新教的思想 历史上这是有记录的 OK Treaty of Osberg 奥格斯堡合约 以及 Peace of Westfilla 中文叫做 威斯特伐利亚合约 终结了这个新教 跟天主教的百年战争 依照天主教的说法 就是促成了基督教的分裂 分成了新教跟天主教 那在这两个合约签署之前 欧洲的架构是 一个基督教的 包含了整个欧洲的政治力量 也就是说 当时的基督教 跟各个国家的政府是合一的 最好的例子就是 神圣罗马帝国 一个不是帝国 跟罗马一点关系都没有 而且一点都不神圣的 德国政权 但是当时所有欧洲的国家的 方向政策跟信仰 是统一的 也就是说 当时的信仰 是在政治里面被实践的 天主教的人 对这一点感到非常的骄傲 因为认为说 他们真的建立了一个 基督的世界 基督的国度 而且基督的国度 真的建造在这个世界上 因为他们知道 基督不是我们幻想出来的朋友 而是基督要我们 把基督的样式活出来 天主教在欧洲掌权 就表示说 基督教进入到了 我们的历史里面 进入到世界的时间 跟空间当中 跟初代教会一样 基督亲自的拣选使徒 把天国的钥匙给他们 他说 去使万民做基督的门徒 喂养我的羊 喂养我的小羊 他说你是彼得 我要把教会建立在磐石上 那彼得是什么意思 彼得的意思 就是石头的意思 就是磐石的意思 所以他们会一直认为说 彼得是他们的第一任教宗 这些是在历史下面记录下来的 在欧洲建立了一个天主教的国度 而当这些使徒去世界各地的角落 去传福音 多玛一直传福音到印度 彼得跟保罗去跑到罗马 基督教跟世界上所有宗教最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历史记录 这些记录跟历史不只是一个思想而已 或者是哲学或是神学而已 基督教的文物 还有历史是可以追溯到那个人 什么人 哪个时间点 什么地点 然后所有使徒宣教的这个记录是可以一直追溯到基督的历史的 基督的历史他的血脉是可以一直追溯到大卫 圣经上面的每一篇 耶路撒冷这个博物馆里面的每一个石板 埃及的石板 印度有石板 伊拉克 伊朗 或者是巴比伦跟波斯的石板 是可以证明新约跟旧约所有的历史跟经过的 那我说这东西是什么意思 我讲这么多圣经还有基督教的历史的文物 想要说的就是 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 表示你其实是一个很现实的一个人 你相信的不只是一个圣经里面的童话故事而已 你是需要食物 是需要文物来证明的 你认为说你的信仰是需要文物跟人物的 是要来建立社区的 基督徒就是要当这个世界的颜根光的 很不幸的就是 现在很多基督教的教派 教派中的教派 出来的分支的教派 完全忽略了这些东西 很多现在这些基督徒想要就是 虚拟化我们的信仰 他们认为说信仰跟生活是要分开的 信仰跟政府要分开 我们只要祷告就好了 在房间里面安静的 不要干扰到世界 不要干扰到政府 不要干扰到政治 不要把我们的信仰 我们的宗教放在我们的人生里面 我们的社区里面 我们的世界里面 我们只要五旬节的圣灵充满 天天待在家里面 享受圣灵一天到晚 说方言就好 或者是现在没有圣灵在运作 没有医治 只有律法而已 各位如果没有听懂的话 我在说灵恩派跟福音派 在那边彼此攻击 但是我们不能这么做 我们不能这么想 基督教不是佛教的修行 只在乎个人的灵命成长 基督教是要建立一个社区的 建造一个社会的 以一个群体的生活方式 来散播信仰的 因为我们是一个社交的生物 神造我们的时候 是要我们爱彼此的 要建立社区生活的生物 所以说就连我们能不能祷告 我们能不能聚会 我们祷告的内容 都会在政治层面 影响到我们所建立的国家 所以我们现在的国家 我们建立的国家 基督徒建立的国家 知不支持基督教 知不支持我们祷告 知不支持我们敬拜神 是跟所有的基督徒有关的 出埃及记34章第14节的时候 他说不可以敬拜别的神 因为耶和华是祭邪的神 名为祭邪者 中文说是祭邪 什么意思 英文的翻译是 jealous God 是一个嫉妒的神 我们的神是不允许有其他的神存在的 基督教不是一个多神论的信仰 所以当你听到什么 自称保守派的什么爱国者 说什么我们不需要基督教 或是左派的基督徒也是基督徒 甚至是刚刚那个David French 那个什么自称是保守派的基督徒 说我也是基督徒 我也爱基督 但是基督教民主主义 Christian nationalism 不是基督教 跟基督徒一点关系都没有 不但违背了基督教的教义 还是一个独裁的思想 这个是什么意思 基督教的确是 对我们要求很高的一个信仰 基督教的确给了我们一个塑造社会的模式 我不认为说这是一个独裁的思想 但是的确 这并不是一个完全自由 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的信仰 很多人会说 那这都是为了权力 是为了控制人 宗教会在 可以在政府里面运作 就是为了控制人民 是啊 某层面的确是这个样子 而且是每个人民都可以用神的律法来控制自己的行为 在政府层面 我们认为说 耶稣是创世的神 是神的道 是神出来的话 是道成肉身 他掌管全世界所有的权柄 因为国度荣耀权柄 全都是耶稣的 直到永远 阿们 我们如果主导文的内容是这个样子的话 就表示我们相信的是 我们要神的话 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所以 耶稣当然有权柄 当然有power 在我们的家 在我们的人生当中 在我们的政府当中 当然也是要掌权的 马太福音第18章18节 我实在告诉你们 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 在天上也要捆绑 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 在天上也要释放 这个是什么 这个就是权柄 很多人会说 这就代表不自由 恭喜你 你终于答对了 这个就是所有左派的基督徒 还有还没信主 但是自称是保守派的爱国者 或者是认为宗教该分离的基督徒 可以思考的以及回答的问题 就是自由是什么 把这个问题拆开来问的话 你认为基督徒这个身份 是在自由之前 还是自由之后 你认为基督徒这个身份 是在爱国者之前 还是爱国者之后 很多人会回答说 我两个都是啊 基督跟自由 对我来说是平等的 或者是基督徒跟爱国者 这两个身份 对我来说是平等的 那下一个问题就是 你可以敬拜两个神吗 你可以有两个主人吗 我们回答这个问题的方式 会奠定我们是不是基督徒 所以说不管你是什么教派 天主教 福音派 灵恩派 东正教 甚至那些什么爱国者 认为保守派 是不需要知道自己在保守什么的 认为说我们只要有 美国价值就好的人 还有认为那些左派基督徒 只要自称是基督徒 就也是基督徒的人 我们怎么看一个人是不是基督徒 其实就是看他 他的主人是谁 他有没有做这个世界的眼根光 他是不是要神的旨意 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他们要不要建立一个 Christian Nationalism 基督民族主义的国家 他们有没有把主导文的内容 真正的行使出来 这个就是一个人 是不是基督徒最好的证明 所以总结就是 我们可以选择建立一个基督教的国家 或者是另一个选择 就算你是基督徒 你也想要把一个基督教的国家 变成一个属于世界的 世俗的 没有道德对错 基督教只是一个心灵寄托 星期天去教会唱唱歌 在网路上面彼此攻击 一个其他教派的意识 异端的自我感觉良好的国家 在这里 天主教的系统 给了我们一个非常棒的例子 在美国 FBI现在非常针对天主教 把天主教视为眼中钉 到处迫害 天主教徒带着儿子去 堕胎诊所前面抗议 抓起来 然后一队FBI的探员 拿着枪指着那个爸爸 天主教的人处处遭迫害 但是指使FBI去这么做的 就是一个自称是非常进钱 每个星期都去弥撒的 一个天主教的总统 这些互相矛盾的思想冲突 Christian nationalism 对上政教分离 就是我们是不是一个 基督徒最好的表示 还有我们接下来的选择会是什么 感谢大家收看 我是Ethan 更多美国情报 请持续关注 AI News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